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园 果园 花圃 民居 整齐地分布在一片片山坡上 许多外地人慕名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山村 一睹石头开花的奇景 山坡上光溜溜的大石头之间是一条条好似刀劈腐杂的石缝 缝隙之间长出一棵棵里子树 漫山遍野 然而2004年以前 春风村山高坡斗乱石临巡 是一片石墨化严重的土地 当地的人民年均收入仅有一千多元 从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蜕变 离不开春风村党委书记王家园 16岁时 在家乡找不到出路的王家园 外出打工 经商 走南闯北 2003年 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春风村 准备开办采石场 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 春风村换届选举 他被村民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 高票选举为村主任 希望他能带领大家改变春风村 长期以来鸡贫鸡弱的面貌 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整个我们春风村是非常贫穷的 原来的春风村有一个民谣 是这样说的 有旅不叫猫尔湾 那里只有乱石山 土地贫瘠 路难走 一天只吃一顿村 就这么一个贫穷的说法 因为我也是敌敌大道的春风村人 80年代改革开放出去的时候 我就随着军家的商人 就外出经商而蒙生 因为家里太穷 没办法 那么当03年我回到我春风村的时候 春风村还是那么贫穷 说实话 作为一个春风村人 心里是非常发酸的 面对父老乡亲们的信任和重托 走马上任之后的王家元 立刻开展工作 摸清村子的现状 尽管摆在春风村发展道路上的难题很多 但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就是村子里最薄弱的道路基础设施 要想赴那就得享有路 连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都没有 在这个地方里要发展 来谈何容易 春风村四面环山 仅靠一条洋长小道与外界联系 村民们去一趟县城要翻山越岭 没有特殊事情 村民们根本不会离开春风村 如果要把自家农产品拿到县城里去销售 就必须凌晨天不亮出门赶路 天黑才能回到家里 而小孩子们上学则更为艰难 当时就是说我们从农村嘛 在我们的地方呢 也有小学 那么有小学呢 那么孩子们去上学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靠步行 靠步行也就是说早上 天刚亮的时候就要往学校赶 当时孩子们回来 你没有看到那个状态 去的时候 穿的衣服是很干净的 到回来的时候 满身全是土 特别是下雨天 金门一生离 那出门一生说 还有我们的交通部分 拿着肥料都成功了 就是个条个北山 要是干净点 要拿着什么 一麦都是个条个北 拿着整体转来 要看着这个火 好辛苦 能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平坦大道 是春风村数代人 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于是王家元首先立下了军令状 要在任期内打通连接全村的村道 修不通路就让位 随后他召集全村的百姓 开了大大小小很多次会议 专门研究公路修建的问题 虽然王家元的决心族干劲也足 然而修路工程的推进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因为村集体的账本上空空如也 根本请不起专业的施工队 修路的艰巨也使很多村民产生了为难和抵触情绪 从一开始我们说修公路的时候 就是说真正来到我们工地修路的人 那是不多的 那就可能只有二三十号人 当时我心是很凉的 也就是说是老百姓的不参与 也就是群众的不支持 别人的不理解 你要修路这条公路 那是非常艰难 那么这儿啊 我们就发现一种什么 就是我们带着群众干 我们做给群众干 我们就是说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 今年的西部晚有明年 明年的西部晚有后年 只要我们抱着那种欺而不捨的精神 总有一天 我要把这个公路修出去 在王家园的带动下 全村村民组成的驻路大军 开赴工地 驻工棚 吃干粮 攀峭壁 搬大石 每年利用农闲时间 全力以赴修建道路 令我最感动的就是 上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 下次有十二三岁小孩 来跟我在工地上修工路 你一看每一个妇女同胞的身上 没有一点干净的衣服 所以当时 是令我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村委会主任 我这次想一个问题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我没有任何理由 不把这个公路修出去 王家园和村民们一起 在没有重型设备的条件下 硬是用钢签铁锤 开山辟路 一条近八公里长 能通车的碎实路最终修通 当时我们只要想能够有个机械道 我们车辆能够开出去 有个摩托车能够骑回来 那就满足我们了 是这种现状的 这样跟你说吧 我工作刚通的时候 当第一辆车开进我出公司的时候 我有一个上百岁的老人 有点眼睛跟我说 我这一辈子在这个地方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小车能够开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当我看到开进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他说我死都能够避养了 修路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 王家园再次发动村民 用了大半年时间 将这条贯穿全村的 近八公里的碎实路 铺成了水泥路 宽阔平整的道路 在群山中延伸向远方 极大的方便了 山内山外的物资运输 春风村几代人的愿望实现了 村民们纷纷将自家种植的农副产品 带到附近的城市去卖 可是由于这些农副产品是在春风村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 产量低 质量低 毫无竞争力 村民们辛辛苦苦 依旧赚不到钱 然而王家园总能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他敏锐地发现 来到春风村的外乡人都对这里的翠田李子赞不绝口 本地产的李子 口碑好 蕴含商机 但是只有零星的一些李子树 被种在村民们的房前屋后 吐层较厚的地方 这股地方也搞过很多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由于当时没有道路交通 没有信息 全部都失败高中 那么当我到作为村委会主任 产业怎么去布局和规划 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面对发展困境 王家园选择了相信科学 他邀请县里专家对村里土地进行会诊 勘察结果是 乱石凤里的黄泥土 虽然不适合种庄稼 但特别适宜种李子树 漫山遍野的石灰岩有很强的聚热功能 在夜间持续释放热量 可促使李子树的糖分聚集 石头凤里不仅能把李子树种起来卖到钱 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封存住石头凤里的土壤 对防止水土流失起到一定的效果 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王家园的李子制富梦 却遭到了村民们的强烈反对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在做统一规划的时候就准备发展李子栈业 但是群众的抵住情绪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很多父老乡亲在跟我说一句话 你找个总理一说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和我签订销售合同 你得说如果我种出来卖不掉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必须要跟我报销售 就这个情况 当时我真的是叫 也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 一边是专家的科学判断 一边是村民们的顾虑和反对 王家园左右为难 然而如果自己放弃了 那么春风村将错过这次发展优势产业 并走向富裕的机遇 最终王家园决定 号召党员们发挥带头作用 先把李子树种植起来 我就要求我们的党员首先来做示范 我们说党员带头干 来群众跟着看 他只有你把前面的做出来了 他群众才会往后跟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 由我们的党员代表 村民代表 村主干部 提起示范带动作用 可是春风村严苛的自然环境 仍然考验着他们 春风村的山坡大都布满了石头 一棵棵李子树 要如何栽进石头缝里呢 像这棵李子 它就是用老百姓 用小半的土 背到上面来栽 这样搞的 为了将李子树种下去 王家园带领村民 用锄头在坚硬的石头山上 刨出一个个树坑 再运来小石头块 将这些树坑围起来 最后用扁担 锣筐 水桶等简陋工具 从山下取土取水 尖挑手扛 一步步运送到 陡峭山坡上的树坑里 第一批种植的李子树 终于开花接果时 果农们喜货丰收 王家园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李子真的卖出了好价 到2021年 全村李子树的种植面积 约1820亩 年产值近200万元 一到春天 雪白的李花将春风村的山坡 点缀成梦幻之地 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春风村山脚下的李子经济火烂 山顶上的村民们也越越欲试 想依靠种植李子发家致富 然而山顶寒冷 物也多 并不适合种植李子 却可以因地制宜地种植茶叶 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村民们的反对 理由是当时的李子可以卖到6元一公斤 但是茶叶只能卖到1.6元一公斤 我就跟老百姓讲 我说春风村种李子 第一 它是卡茨的地貌 第二 它是碱性土壤 第三 它害怕比较低 我说在里面的伤口第一 你这个土壤全是酸性土 第二 害怕也比较高 我说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要第三 如果种李子的话 你无论是你的口感 还是我们的外观 你肯定是不能和春风村比的 我说最终 我们中国说中李子肯定要失败的 我说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发展茶叶 但是老百姓在不支持 不理解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筹经费 把这个组的村民代表 党员代表 农夫代表 我带他们去哪些地方 去阳岸的明山 洛杉的嘉江 罗州的那溪 包括我们里面的平山 我带他们去考察茶叶 叫他们去考察茶叶的目的 就是说你去看看别人种的什么茶 你就和老百姓交流 看他们种茶一年 倒流多少收入 是通过外出去参观考察学习 回来以后逐渐逐渐地开始发展的 于是王家元带着动员起来的群众 从2005年开始发展新产业 高端而且优质的良繁茶 而不是过去村民们观念中的低价茶叶 他紧紧抓住加工企业这一环节 2008年把浙江茶商 请到春风村发展茶产业 2010年春风村春茶一上市 就卖到了140元一公斤 令茶叶种植户们都大喜过望 从2005年发展到2021年 春风村优质良繁茶的面积 已达到1.8万亩 2021年产值达到约1.7亿元 除了里资和茶叶 王家元带领春风村因地制宜 发展花卉 农家乐等产业 这片曾经不被看好的贫瘠土地 现在已经成为了村民们 增收创富的宝地 如今村民们不用远离家门 就能挣到钱 202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35万元 更可喜的是 富裕起来的春风村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产业发展带来的连锁效应 使得空心村和人才外流两大难题 逐步好转起来 很多年轻人 他原来出去的时候 他是看不到家乡的发展希望 当他们现在回来以后 看到家乡第一 发展变化这么大 这儿他们回到家里 能够办自己的企业 甚至是微小企业 无论是他都是茶叶浇工也好 食品浇工也好 搞自己的产业发展也好 他在自己的家乡 他就能够挣到钱 他为什么还出去了 他守在自己的家里 守着自己的父母 带着自己的孩子 共享天灵之路 在王家元和全村干部群众努力下 从2004年到现在 他们用了十多年时间 摸索出了一条让春风村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 实现了大山奥里数代人 滋滋以求的致富梦想 从2012年开始 王家元带领的春风村 强村带弱村 与周围五个村产业联合发展 让财富的种子遍地开花 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告诉你 现在春风村 我们的老百姓 当他们富裕起来以后 他们的文化生活和城里 那真的还没有什么区别 那也就是说 晚上吃了饭 每次的时候 喝茶的喝茶 聊天的聊天 该跳舞的跳舞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点 我们都有一个农民的文化广场 就是健身的跳舞的 所有的配套 我们全部都高齐 每当晚上你去每一个地方 你看那个老百姓 满脸的笑容 他给你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那是非常感人的 我现在我最来 未来我对初国村 他的美好男朋友 他是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人说就是 环境更优 我要实现乡村生他们 日子更好 实现生活幸福美 明风更传 实现文明风上美的 三美春风 兰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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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 兰祖好